Hello 大家好,今次我是搭Fin Air 芬蘭航空回香港 我拍這條影片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今次搭Fin Air 的經驗 請你們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給個like和share這條影片吧 我由倫敦希斯路機場出發,搭了不用三個鐘機 便去到芬蘭首都Helsinki,哈爾辛基 這幅就是我搭飛機時拍下來的飛行路線 因為俄烏戰爭,所以我們是向南非,繞過俄羅斯和烏克蘭 這就是我由倫敦去芬蘭Helsinki的機 即使這一程只不過是短短三個鐘 座位上都配有給我們打機或看電影的螢光幕 這一程是包飲品,但沒有食物 如果肚餓,想要食物,就要零付錢 由芬蘭去香港的長途機是包晚餐和早餐 這個晚餐是意大利風格,有些冷的Pasta 白色的就是Mozzarella芝士 再加上一些用番茄汁煮的熱雞胸肉 賣相和味道都是一般 反而它提供的飲品中有藍莓汁 而其他航空公司是沒有的 讓我拍下芬蘭Helsinki機場給你們看 對於今次芬蘭航空的飛行體驗 如果10分滿分,我會給7分 由於要轉機,機票便便宜過直航 飛機機艙寬敞 由倫敦飛到芬蘭那一程都是大機 機上亦可以看電影 而且飛機都很新和乾淨 總括來說感覺到安全 但在倫敦起飛那一程,延遲了1小時 因為其中一個引擎壞了 在轉機途中看到這間聖誕老人屋 真的有點驚喜 芬蘭人很喜歡焗桑拿 在他們的機場亦有一個模擬的桑拿房 還有我4月初回香港在芬蘭轉機的時候 機組人員廣播說室外的溫度只是零下4度 我看到跑道兩邊還有一些積雪 機場內很多設計都很有大自然感覺 像這些長凳 令到想起樹木茂盛的森林 我們在後仙奇轉機去香港 本來是要等一個多小時的 但由於在希斯路延遲了1小時 所以我們去到後仙奇機場 就馬上趕去飛香港的閘口 一去到已經在波停 所以也不用等 多謝你們收看 請你們記得訂閱、訂閱、訂閱、按讚和分享這段影片